食食物者 惟俊杰呀 赏金翻倍 诸位 还有什么想法呀 愿为贝勒爷赴汤蹈火 愿为贝勒爷赴汤蹈火 忽团安哥哥 女中豪杰呀 看来你们几位 是注定与我为敌了 预备 放 带来 都没有 按个质 口 是 快 快 车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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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伦 还打什么 给我上 上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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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慢着 慢着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啊 在下耿二 耿二 耿二兄 我奴儿哈赤是爱财之人 今日你若肯归顺于我 我便奉你为上宾 草民来比武 只为赏金而来 这些银粮你早晚会花光的 你若肯伴我左右 忠贞博二 我定保你此生荣华富贵 大名乃我故土 落叶归根 你可知道 大名义不久矣 今日你就是回到关内又能怎样 早晚还不使我女贞的臣民 你的野心路人皆知 既然早晚都要兵戈相见 即便我今日战死 也恕难从命 打胆 想死还不容易吗 即便我死 那也必会有人还今日这一剑 好 那本王就等着你这一剑 可惜呀 愚忠之人 师叔 京士快走 大人 大人 荣 快走 大人 付 师叔 师叔 胡锡掌 走 走 贝勒爷 那道士便是武当第一高手 武吉 那个耿二又是个什么人哪 那是武当年轻一辈中最出色的高手 名叫耿京士 他是唯一一个接受过 武吉与武相两大长老 同时点拨过的武当俗家弟子